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准杂 全部可以合上去 然后呢我们再到这边来看一下灯 大家就会知道了 我们按第一个 然后捆灯全部都亮了 然后我们再按头一个 然后大灯也亮了 然后我们再按中间一个 看见没 一按就跳杂 它这呢是大灯亮 捆灯亮 那说明灯带上面有问题 灯带有问题 然后我们把它的准杂逮上去 它单批跳 然后总跳宝跳 然后我们现在得把它关掉 它说明既漏电又连线 然后我们把主灯开开 中间个不开 中间一个目测应该是灯带的 然后它顶上面看见没全部漏水 说明灯带已经坏掉了 然后有可能连线了 然后有可能连线了 不仅连线 它还有可能漏电 所以说准杂和单批全部都跳 现在呢 我们就上去把它看一下 现在呢 这是它的灯带头 看见没 这地方全部花霉 我们呢 首先把它的灯带 擦掉 它这 它这一副 把它擦掉之后 然后这就不要了 因为它这花霉 灯带也没法用 等它以后 把上面漏水的地方置好 然后我们再把它灯带重新换掉 现在我们再下去 开灯 看看它是否还跳咋 如果还跳 就说明不愿上面 看见没 现在灯带剪掉之后 它已经好了 说明问题 就在上面 所以说 遇到跳杂 我们首先把它的固定位置找出来 然后就在那一个位置上面修 跳杂其实很简单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